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美国影视业 有一批专门山寨他人的公司 这个想必 大家都有所耳闻 环太平洋 热卖 他们就拍环大西洋 侏罗纪世界火爆 他们就拍侏罗纪游戏 你以为这个套路是美国特产 错 中国也有 随着徐克 敌人皆知四大天王的上映 一部名叫 敌人皆知 夺命天眼的网络大电影 打破了中国电影人 不懂跟风蹭热度的谣言 一举填补了国内空白 大哥不恰当的比方 如果把徐克的四大天王 比作雷军的小米手机 那这部电影 就是拼多多团购的小米新品 那么 敌人皆知夺命天眼 这部小米新品的质量 到底如何呢 为了不让广大网友受难 小夏带着 誓死如归的决心 看完了本片 才发现 本片是披着敌人皆知 这个IP的外衣 讲述的却是一个 走进科学的故事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群官兵 在追一个黑衣人 眼瞅着黑衣人 逃进了小黑屋 大概是 放饭的时间快到了 在第三个群众演员 也想顾忌重演的时候 本片的男二号登场了 他用高超的剑术 挡下了夺命剑 一举粉碎了群众演员 迟到早退的阴谋 这个男人名叫崔锦 只为和玉池真亲一样 也是大理四亲 就这位亲 他在小黑屋里 找到了一块灵卫牌 上面写着张某某三个大字 于是他就立刻判断 这位名叫张某某的官员 一定会出事 你猜怎么样 果然给他蒙对了 一道黑影闪过 和士族妇女促膝常谈的张大人 突然眉心之间 开出了一个天眼 只不过他没有变成二郎神 而是变成了一个将职的死人 与此同时 一群面具男 似乎正在举行什么神秘的祭祀 在来来回回闪瞎眼的剪辑中 观众们仿佛听到了导演的旁白 这一切都是邪教所为 帝都突发的多起天眼命案 终于引起了大唐高层的关注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很多影迷熟悉的徐东东 对 这个女人不简单 她曾经是鱼醉里超越老妇的幕后boss 她曾经是追龙中功夫了得的玫瑰 她也是无数烂片中最值回票价的花瓶 更是在西红柿首富中扑倒了神腾 用马花片而渴望得到首富的垂青 而这一次她是武则天 所有男人都要跪舔她的十六群 成为武则天的徐东东 引人注目的不再是她 嗯 那两个引人注意的东东 嗯 而是她的发型 徐东东头顶硕大的方向盘 看似搞笑 实则隐藏着深意 唯有牢牢把握方向才能掌控国家的前途 命案接连不断 武则天还原起敌人节在身边的日子 那么此刻敌人节又在哪里呢 可刘德华扮演的敌人节一样 陈建峰扮演的敌人节 这个时候 嗯 也在牢里 要说陈建峰 这些年可比敌人节还要惨 这位在TVB被誉为四大小生之一的香港男明星 当年一部绿正新人王迅速走红 随后 古装大戏美人心机里 更是成为男一号 红遍大雕南北 话说如今再见陈建峰居然是在网络大电影的牢房里 不仅让人唏嘘不已 就在小霞深深的感慨之中 崔锦转达了武则天要求限期破案的圣旨 被取报候选的敌人节从牢房转移到了一座通天塔里 那么有人要问了 徐克的通天帝国里有通天浮屠 那这部夺命天眼里有通天塔 两者有什么关系咧 哇 这个问题问得好 但凡看过这部京度堪比马赛克的贴图塔后 你会发现 除了都有通天两个字之外 嗯 其实两者之间没有半毛钱关系关系 在充满后现代艺术气息的通天塔里 敌人节化身安乐乙侦探开始破案 什么叫安乐乙侦探呢 就是说足不出户啊 就可以根据汇总的信息推理出事件的真相 它先是让人调查能够开出天眼的凶器 接着又寻找能让人全身僵直的毒药 顺利推导出凶手事案九星非公法杀人 并且成功预测了数起凶案的发生 只不过连环杀人案中 女性死者都被剥去脸皮这一点 让他是百思不得其解 但之后再次发生的天眼命案 让敌人节恍然大悟 原来破案 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罪犯都有他的脾气 如果按照九星非公法来推算 这部电影很快就要大结局了 但是导演根本不会答应呢 破案虽然绕了弯路 但敌人节在感情上却有了新收获 一个在失足妇女定居点工作 喜欢边跳舞边撒花瓣 而且还穿着性感纹胸带的姑娘 这个头戴着一个两衣架到处晃的姑娘 名叫云珠 既是敌人节恩师的女儿 也是本案最大的嫌疑人 因为当年敌人节反对武则天称帝 全家受助脸被满满抄斩 唯有他因为颜值在线 被冲作攻击 而死掉的那些人 都是武则天身边的宠臣 但凡女皇说一句话 这些人都要评论点赞加转发 一条龙的拍马屁 咱们说吧 就是不折不扣的武则天的死忠粉 可就在云珠被投入大牢之后 一个神秘的面具男出现了 这个名叫无名的男人 其实就是云珠家的一条中犬 当年云珠全家被团灭 云珠冲入火海被烧伤 这个男人剥脸皮 不是心理变态 而是为了给妹妹直皮正行 后来高丽潜唐使 将此项技术带回国内 千百年后 救了繁荣昌盛的韩国整容业 当然是个玩笑 叫玩笑归玩笑 论破案 敌人节可是认真的 在他推理中 无名和云珠不过是可怜的背锅侠 真正的凶手 其实是想利用开天眼 来动摇大唐的明星 而制造谣言传播谣言的人 就是武则天的贴身女助理 以及大理私心崔锦 搞千眼三搞了半天 这位大唐刑警队队长 实际上是个外籍人士 身为高昌国人的崔锦 多年来为了报复王国之仇 精心策划了这场连凡撒人啊 听良心说 这部夺命天眼的特效 和许克的四大天王相比 差了整整十座通天浮屠的距离 但考虑到 也分钱也分货 作为一部网络大电影 当你看到飞檐走壁的龙套 身后还有没有处理干净的 钢丝线的时候 别着急吐槽 心中要默念 这是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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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大 世界如此美妙 我却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 不好 平静下了以后 小小我重新资回一名佛系观众 悄悄的在豆瓣桑 给本片打赃了一心 毕竟再怎么努力 也改变不了本片 蹭热度的山寨本性 如果大家对这种电影 都抱了一颗宽容的心 我相信 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陆续看到诸如 《我不是要贩子》 《压不邪政》 以及《火力城首富》 《蝶仙蝶6》 等垃圾